欢迎收看小高 全红蝉 这位年轻的跳水天才 自东京奥运会上一举成名以来 便成为了万千观众心中的焦点 她以完美的表现 在女子十米跳台项目中 创造了跳水史上的高分奇迹 为国家和自己赢得了无尽的荣誉 然而荣耀背后 全红蝉也面临着所有年轻运动员 都会遇到的挑战 身体发育观和随之而来的减重难题 跳水运动对运动员的身体条件 有着极高的要求 特别是在体重管理方面 全红蝉正处于青春期 身体发育迅速 体重的增长对她的跳水动作和表现 产生了直接影响 较小的身高和体重 曾是她完成高难度跳水动作的优势 但如今随着身体的成长 这一优势正在逐渐消失 为了保持竞技状态 全红蝉不得不面对减重的挑战 在假期归来后 全红蝉的体重有所增加 这让她和教练团队 都意识到了问题的紧迫性 主管教练陈若霖 直接点名 减重计划刻不容缓 因为体重的波动 直接关系到跳水动作的灵活度 和完成质量 对于全红蝉来说 这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挑战 更是一次心理上的考验 面对减重 全红蝉展现出了坚韧不拔的精神 她深知 要想在赛场上继续创造辉煌 就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因此 她开始了严格的饮食控制和训练计划 在饮食上 她学会了合理搭配营养 确保在减重的同时保持体能 在训练上 她增加了力量训练 有氧运动等多样化的运动形式 以提高代谢率 保持肌肉质量 然而 减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全红蝉 有时会偷吃零食 被教练发现后 免不了受到教诲 这些小插曲 虽然看似微不足道 但却反映了运动员 在高强度训练下 所面临的种种诱惑和挑战 但全红蝉并没有因此放弃 她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毅力 继续着自己的减重之路 除了身体上的挑战 全红蝉还面临着 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作为十米跳台选手 她即将迎来 职业生涯最为关键的时期 历史上 许多女子十米跳台奥运冠军 都在21岁左右退役 而全红蝉也将在未来几年内 面临同样的选择 她是否会仿效恩师陈若林 在退役后 选择担任跳水教练 还是像她在一次采访中 透露的那样 想要回家享受平凡的生活 无论选择哪条道路 我们都应该尊重她的决定 并祝愿她在未来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全红蝉的故事 充满了挑战与希望 她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和坚定的决心 跨越着身体发育观 和减重难题 她的未来之路 虽然充满了未知 但我们相信 她一定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方向 继续创造 属于自己的辉煌 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位跳水天才 在未来的赛场上 再次闪耀光芒